玉璃政公所推广客家语言向下扎根 7月3号举办1年5天的学生说课与夏令营 小朋友利用暑假期间 透过新传师宋燕云、李德贵、杨晓峰的规划 唱歌谣还有客家口说练习 以及棚壳农艺体验活动的一系列的客家文化体验课程 跟着台上的老师唱跳 不过仔细一听是首客家歌谣相当可爱 小朋友跟着摇摆也跟着练习唱 这是玉璃政公所为了推广客家语言向下扎根 7月3号办理1年5天的学生说客语的夏令营 我们现在希望他们能够开口说客家话 甚至利用这段时间认识朋友、新朋友 来学客家话之后爱上客家话 甚至回到家里可以跟他的家长 就是父母、阿公、阿嬷、阿公、阿婆 加减来讲客家话这样 小朋友利用暑假 假日透过新船师宋燕云、李德贵、杨小峰规划歌谣交唱 课语、口说练习 彭河农艺体验活动等一系列客家文化体验课程 你要唱唱好,你要不要帮我帮我帮你 有一点 你自己想要学习的 歌谣的学习也有一些自己制作桌游的游戏 让游戏中来学习到更多的客家话 新船师表示 客家语言文化的永续传承 需要从小开始扎根 客语夏令营 让更多孩子可以体验参加 热闹满满,精彩无比的学生讲课暑期夏令营 让学生有个欢乐讲课语的暑假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